我覺得這個戲它有好幾個面向 那比如說在文學上面有從希臘悲劇一直到 剛剛那個資料裡面有一些作家 戈爾泰的詩或者是現在有一個家庭在搶救猶太人 有點像新德德名單這樣的故事 都穿它在裡面 就是文學上面 然後在劇場空間應用跟影像應用方面 或者甚至在美術界來看裝飾藝術這個事情 如何去把影像這個事情 剛剛也有一些片段是在講網路視訊這個問題的表現 那從這個跟舞台 然後從這一方面也可以進入它的劇場 第三個從音樂的那個角度來看 他們現在有現場的現場 然後這個團在波蘭聽說很有名 那再加上它中間戲劇過程裡面鋪存了一些音樂 然後這個隨音樂的人或對應有興趣的人也可能得到收穫 那所以說至少在這三方面 這三方面不同的人都可以在這樣一個做裡面找到他們 他們有感興趣的東西 所以我剛剛在記者會有一點不合思議的說 不要企圖全部都懂 因為你真的要跨了這麼多領域 你全部都有他們的知識背景 或是有他們的一個 而且是一個很前衛的很尖端 就走到一個潮流很尖端的位置上面 才能夠就是才擁有的那些那些知識背景來去看 那都沒有沒有關係 就去那邊裡面找 然後就在這裡面感受 戲有四個多小時 戲有四個多小時 有半個小時你完全被它震撼到 我覺得就非常智慧票價 就是從來沒想過才會引進台灣 這個他們演進的時候我覺得非常驚訝 因為可以說那個 兩制音樂的那個眼光這次放得非常遠 這一個作品 他們引進來絕對不會後悔 因為他這個人很重要 他這個人以後還會紅 還會秩序 他非常忙 他在巴黎各界已經導三個歌劇 所以他在歌劇界也是 他被搶一直被搶就對了 所以他就是歌劇然後前衛的劇也都是非常擅長的 對 因為通常歌劇界會從那個劇場 劇場界有一些有名的導演 然後挖他們去做歌劇 因為歌劇的規模更龐大更 所以說他在短短的 記得應該是他說歌劇最近的事情 應該七八年的事情 他已經導了十三個歌劇 所以說你知道他忙碌的程度 然後以及前衛的程度 然後他是台北是亞洲的第一站 我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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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整個亞洲地區 有熟悉 就是對歐陸的劇場狀況有一點 有一點掌握的人 我想他們都有興趣過來看 有一點掌握的人 我其實喜歡